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说说 第二位女嘉宾你选择谁 几二 好 我们男嘉宾选择一号女嘉宾 来咱看看大屏幕 两张照片 一张是特别年轻时候的一张明星照 看着特俏皮可爱 第二张好像和现在的年龄 这个距离不是很大 看着很有书卷气 不知道这两种感觉你更喜欢哪一种 哪一种都很可爱 哪一种都很可爱 咱话不多说了 请出我们一号女嘉宾 当你的眼睛一着笑 当你和客户当你照 我是来自福顺的小影子 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小女人 好 欢迎您 握握手吧 俩人见着面了 你看 老妹你好 你好 您干叫啥 老妹 老妹啊 那个叔叔你喜欢那种娇羞感觉的吗 喜欢 喜欢 这个百炼钢 男帝绕纸揉这种算不算 一个眼神过去就麻了 还生啥气呀 没有脾气了 没有脾气了 啥毛病没有 你就说你让她干啥吧 去 她就去了 等会咱就坐的时候 就这样来一下让她去坐 阿姨 就是十一九四 我就是会有贤惠的 对呀 我也不出来让人打 你看 刚才的二号姐姐够温柔似水了 一号姐姐真的柔情似水 再加一个柔情似水 以柔克刚是最明智的选择 来看看大屏幕啊 认识一下生活当中 我们这位娇羞可爱的一号女家主 四九九九号 赵女士 六十四岁 俯顺人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儿子已婚独立 嗨 大家好 我是乐观开朗的小女人小鹰子 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人 平时呢就喜欢在家看个电视啊 收拾收拾屋子 不喜欢什么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跳跳广场舞啥的吗 广场舞也不去跳 就是有的时候社区总找啊 我就给点面子呗 我就去 让我也不去 其实我也不总宅在家里 有时呢和朋友同事同学出去旅旅游 那你一般出去玩都是跟团走啊 不跟团 跟我们同学走 我们帮同事走 他们一会我我就跟着走 没人会不走 那都是一般都是出去 都是你做计划啊还是你 他们 我跟他们走 他们安排我怎么做我就随着 我是随辣家 怎么都行 这些年去过什么地方啊 哎呀 您附近周边都去过基本 远一点的去 远一点的去 孩子不愿走 为啥呀 他说你那么大孙子了也不放心啊 那跟同学同事还不放心呢 那也不放心 未来希望有个人和我一起出门旅游 我们去看看西洋的美景